今天呢我決定要去做冷光美白 嗨 哈囉今天要去回診了 今天呢我決定要去做冷光美白 我還沒有跟醫生確認我要不要做 因為我想要先了解一下 我的嘴巴 我的牙齒比較敏感 是不是合作 那我們等一下就看一下 牙齒美白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現在已經做完牙齒美白然後回到家了 然後我現在這個是做一次 這個療程應該是會做兩次 我不知道是每個人都會做兩次還是兩到三次之類的 然後我這個牙齒美白價格是一萬四千元 上網找的時候我發現 我在我矯正牙科那一邊做的牙齒美白是比較便宜的 但我實際上不知道那個差別是差在哪裡 因為我那邊算是比較傳統的牙醫 所以呢我就想說喔蠻便宜的 然後就在那邊做了 我下次是再隔三個禮拜 再去照一次牙齒美白 然後再跟你們更新一下狀況 這一次做完的時候他有送我一個這個 居家美白的這種東西 然後他是可以把這個凝膠呢 就是放在我們的牙托上面 就是我的矯正器裡面 然後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待八個小時做一個牙齒美白 護士跟我說要做三天 但是如果我自己會有點痠軟的話 就可以不用連續做三天 可以依照自己的狀況來做調整 那我下一次再去做牙齒美白的時候 我希望我的牙齒可以再亮一點 因為現在這個亮白大概是只有一階吧 我就覺得沒有很滿意 所以呢下一次再去照的時候 應該會再更白一點 所以我最近這幾天都不能喝咖啡 有點困難 但就是為了美 所以就不能喝這些咖啡或是茶之類的東西 之後去牙齒美白的時候 我再繼續紀錄囉 那我們就下次美白之後見 今天來做第二次美白 然後呢現在的牙齒給你們看 哈囉今天是我做完美白牙齒之後 我上次忘記做結尾了 今天來跟你們做一下牙齒美白的結尾 你們看我現在的牙齒 我覺得跟之前比起來是稍微比較明亮一點 但對於我的理想程度上還是有一點的差別 但醫生他後來有給我居家美白的藥劑 所以我回來還是可以繼續做居家美白 但是應該是跟體質有關 就可能我原本的牙齒可能就沒有那麼白 所以呢以上去做牙齒美白的經驗 就給你們做參考囉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或是一起討論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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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